中文字的汇入 當我們要使用文字的時候 你可以點選這一個 然後輸入你 英文字跟數字都正常 但是如果你要說我要選擇一個中文字 它會變成問號 它會變成問號 原因是中文字 它這邊不接受中文 它編碼問題 那又沒有適當的字型 所以這個我們不能用 那如何把中文字汇進來呢 我們使用的是inscape去汇入 那在做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就是 你使用 inscape汇入 如果你只是直接打某一個字 你只是直接打某一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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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存成svg檔 我存成svg檔 我存成2 不要把原來的蓋掉 存成一個svg檔之後 然後在這邊把它匯入 然後在這邊把它匯入 浏覽 這邊匯入可以選擇 你要最後出來大小 還有透度 預設是一公分 那你可以依據你自己的需求感 我先不動它 我先不動它 匯入 然後你會告訴 svg檔它會告訴你 這邊會告訴你 這個是有問題 那我明明這邊有檔案 有文字 原因是因為 這個svg檔 不可以有文字 它必須變成線條 方式才可以呈現 所以你不可以是 單純一個字在上面 那解決的方式是 在路徑裡面 請你把物件轉成路徑 把物件轉成路徑 那我再存一次 物件轉成路徑之後 在這邊匯入 再匯一次 這個時候它就匯進來 這樣子 你就可以有一個中文字 那你需要幾個中文字 在inscape裡面轉 這樣子會非常非常的好用 這樣你就可以擁有你自己的 專屬的中文字